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们京都大学散步的第四期 接着上一期 我现在再找个门要出去 这附近应该都是农业部的地方吧 有很多大棚什么的 这是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学部 还有高尔夫球场 还有足球场 这里大棚的瓜 不知道宝田不宝田 最近看了很多 有个人来买瓜的视频 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准备出京都大学了 本部 几乎就是都逛了一遍了 想看校区具体样子 可以看我前三期的节目 然后我现在准备出校门 然后往饭店的地方走 带着丈母娘跟老婆去吃一个正宗的中餐哈 跟日本的朋友讲起我们中国的学费是多么的便宜 大家都很惊讶哈 我上学的时候一年学费好像是五千人民币吧 一个普通的一本学校 右手边是住宅哈 然后前面有个小河 饮水渠 右边都有都是樱花哈 有一部分是樱花 有一部分是樱花 日本的路比较窄嘛 所以说很多路都是这种 窄的时候突然间宽了一点 为了方便汇车哈 夏天快过去了 我们现在准备往前面的住宅区三层部哈 日本的话除了大城市 有些高楼大厦之外 一般城市里面的住宅区啊 农村的样子啊 街道的样子啊 都是差不多的哈 前面是一个公交站哈 站牌很小 不是很显眼 公交车站 然后我得找个地方停一下 用谷歌地图看看我的现在的位置在哪了 往哪边走是正确的中餐店的位置哈 像住宅区啊 周边停车的话 就这种路上停车的话 呃 警察很少管 因为他属于住宅区 当你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 在市里面停车的话 经常有人学罗哈 如果你停车 然后你车里面没有人 有经常学路的人发现 就要发钱的哈 然后自行车就直接给你拖走 需要交两千多日元 你需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取 所以说在日本市里面停车不能探小便宜 一定要 停到那种停车场里面 在路边 很有风险 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 暂时停一下也是有风险的 住宅区的话没关系哈 上面写个纸 在这个地方就需要暂时停一下 开车哈 如果不停的话 刚交由警察的话也是违规的 日本警察也很喜欢 躲在电线杆后面 躲在哪个角落里面 这个附近的房价比较贵 京都大学附近可能要五六千万日币哈 三百万到四百万人民币左右哈 这种二乘小楼很贵哈 在我的地方 其实离这也不远 开车半小时就到这里了 能买两个价格 在更偏远的地方可能能买三个 所以说 城市里面 房子还是比较贵的哈 日本的家庭院子里面 门口没有摆植被的非常的少 我家就什么都没摆哈 另外在日本建房哈 三层楼以下不需要特别的申请 三层楼以上好像是不行的 或者是格外的申请很严哈 所以说大家看日本的小房子 每家都是两层 像一些市里面可能有三层的 三层的呢可能就是面的比较小 比如说一层四十平或者三十多平 三层加一次可能一百多平 两层的呢可能面积就比较大一点 还有那种建三层的 一楼是停车的 然后有一个很小的房间 然后二层和三层是生活的 这样也有 全家便利店哈 从这里走到中餐店 差不多再来个十分钟左右吧 现在我的相机已经高温 高温预警了哈 索尼的位单 所以说可能会突然间中断 索尼真的 耐用性真的不行 当然索尼有他自己的黑科技哈 不知道大家对于摄影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留言哈 我是一个专职拍旅拍的 拍人像的 所以说大家有什么摄影方面的问题可以问哈 这方面还是可以有保障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在日本学的是社会保障的 有很多留言就是评论里面来杠就专门打脸的这种 挺有意思的 然后日本是没有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哈 就是没有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这一分的哈 所以说流动什么的都是自愿的哈 你去哪买房都行去哪生活都行 前景是有钱哈 然后京都的流浪汉 说说流浪汉说说我专业的领域哈 京都的流浪汉非常的少 为了古城的环境的保护 大阪的流浪汉非常的多 大阪的西城区是日本最张乱差的地方 我去过当过自愿者哈 冬天在那大桥下流浪汉就拿一个纸盒睡在上面上面盖一个大后背那种哈 然后流浪汉生活的地方物价非常的低 自动贩卖机都是平时的一半的价格左右 有很多流浪汉是领着政府的最低保障的哈 最低保障是13万日币 13万日币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一个刚入职的普通年轻人 差不多工资是15万到18万 所以说是这么个水平 然后最低保障呢 看病几乎是不花钱的哈 有很多领低保的流浪汉拿到钱呢 就去游戏平去堵壁什么的 然后也有一些会存钱什么的 然后呢附近周围的住房子也很便宜哈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大阪西城区去感受一下哈 冬天去可能会让你震惊 在那大桥下挺冷的大家就在那睡觉哈 我第一次到那个地方我就不敢相信我的眼神了 然后后来询问了才知道 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领个低保的哈 日本有100万人领低保哈 日本有100万人领低保哈 1亿多人有100万人领低保 这个比例挺高的吧 有机会我去大阪的西城区给大家拍一拍 日本最张乱差的地方哈 其实去那个地方拍视频怎么说有点不好 有点需要勇气 因为流浪汉吧 那么多你拍他们他们可能会不开心 但是我觉得那种视频网上应该有很多哈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 然后像一些风俗街的夜晚或者是大城市市中心的夜晚 可能会有垃圾哈 一般日本乡下和普通像这种地方干净程度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相机已经快不行了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评论点赞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哈 弹幕留言走起来 点赞走起来 然后京都大学这一系列结束之后呢 去哪散步呢 可能去京阁市吧 很期待的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哈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拜拜